我们来看到印尼 其实过去的表现看起来不错 是世界第六大的新兴市场 然后从经济的成长率来看 在2022年也是去年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5.31% 等于说它已经回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准 而且如果看起来的话 在过去10年经济成长速度 是超过任何一个1兆美元以上的经济体 而且经济学人说 其实印尼有非常多的优势 第一个就是经济不错 然后其实经济上也做了改革 民主而且地缘政治相对来说 是比较稳定一点的 然后呢他们也说 印尼接下来10年会变得更加重要 影响力是未来25年会急剧增加 而且他们本身的数位服务 也都非常不错 那我也想要请教这个博士说 就你来看印尼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因为看起来它的表现是非常不错 而且未来行情看巧 其实如果从人口跟市场来看的话 它跟东协里面的国家不太一样 其实它很大 像汽车来讲的话 全东协唯一年产销或百万的 就是它跟泰国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但是它又跟泰国不一样 因为泰国非常集中在内陆 然后印尼是一个很多陶宇的国家 所以它很分散 那说实话印尼跟台湾这边的交流也很密切 像这几个月大概我们院内就接待过好几团 印尼来的访团 他们也在了解台湾现在能够做什么事情 所以印尼它目前除了自己的资源很雄厚 因为它有很多的天然资源 矿产的资源 包含很大的市场 它其实也很野心积极的跟周围的国家 开始要去建立一些更深的关系 那这些关系包含了就是说我们政治上怎么去谈一些合作 经济上怎么去谈一些合作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他们跟泰国一样就是大家都当好朋友 那我希望我的经济发展能够更好 那就目前来看的话 他们其实也在思考一个策略 就是过去印尼都被当作是一些天然资源的输出区 包含橡胶 然后包含这些矿产 他们现在突然开始想说 我能不能不卖这些东西而已 他希望可以再往制造这一端来进去 他希望我开始变成我卖铁矿 那我是开始可以变成钢制品 铁制品 那我的镍矿 我是开始变成电池重要的系统输出国 或是模组的输出国 所以他会开始有一连串的动作 除了禁止原物料的输出之外 他也希望FDI这些活动能够在印尼再加进来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光光只是在矿产这一块 在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 他们从机械业 从汽车零组件 然后从这些工具机 全部都有一连串的政策跟配套 包含减税啦 给你土地供应这一些 他希望透过外资的方式来打通他的经济 对 那因为他有些矿产的区位 说实话就是中国也有 但是中国好处地方在哪里 他开采的成本相对低 他有道路 然后他的运输成本可能都比印尼这地方低 可是呢如果外资能够当作是一个重要的助力 能够协助印尼去把这些东西建设起来 比如说矿产的精炼的技术 做电池的技术 那这些基础建设其实印尼政府会去处理它 那到时候其实开采出来的这些成本嘛 然后这些产业上的升级 那大概就是印尼想要去做到的一些目标 所以其实现在印尼非常希望从一个一级产业为主的国家 开始慢慢的往二级产业 也就是我们说的制造业来逐渐迈进 当中其实它当然有非常多的优势 刚刚博士也提到了 其实矿产是印尼非常大的优势之一 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涅矿 其实以印尼来说它拥有全球五分之一的涅储量 然后它的下游政策 其实现在是禁止出口原材料 就是希望可以吸引很多的外资进到印尼来建厂 而且呢它目前是获得了200亿美元的投资 当然为什么要限制这些涅矿出口非常重要的 还是它希望可以发展所谓的电动车产业当中的电池供应链 那我想要请教博士就您来看 其实我们也讲说印尼其实它非常希望变成一个电池重镇 在这当中它的优势跟劣势又在哪里 其实原物量很多 那是一个它天然的优势 但是在电池这个行业里面 更重要的是你会不会做配方 然后你有没有这些新电池的技术 所谓的配方的意思是 比如说都是锂电池 那它锂电池里面其实有很多分支 比如说你是锂铁然后或者是台湾以前讲过氧化锂铁 或是三元锂铁这些 那其实很多配方很复杂很多 所以真正厉害的其实并不是有矿产 而是说我有很强的实验室 我有很强的科研的系统 可以针对这些不同材料的特性 去发展出电池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地方 那比较可惜的就是说东南亚的国家 其实在这个部分相对就弱很多 你看中国大陆的电池厂好了 像比亚迪他们是讲 我们自己有磷酸锂铁电池 磷酸锂铁蒙电池这些 他们自己会做 然后美国的这些实验室里面 其实它也都会做这些电池的配方跟材料 所以关键不在于说你有多少量 而是你会不会用这些材料 做出很好的电池性 做出很好的电池的材料 那接下来后面就会牵涉到说 我的电池的生产的技术 那这里面其实有个关键是 你产品的品质良率好不好 假设都是100公斤 你最后产出就只有85%可以变成电池 那跟别人的技术可以做99% 那先天上你成本上就不一样嘛 所以这个其实在加工技术上 还是有一些落差 所以这些区块其实都需要靠外商来做一个弥补 所以它的优势是我有很多的天然资源 但是它的劣势是在于我的科研系统 我的人才系统 有没有办法跟上我的转型 那如果不行 事实上我需要透过外资的协助金来做 那第三个部分可能要特别去留意的地方 就是说电池这种系统在运输的时候 其实都是个高风险的产品 对 就是不管你走空运也好 你的行李箱面绝对不能出现充电宝嘛 对 你的拖运行李里面照有电池 行动电源一定要拿出来 那个你就会被扣到柜台拿掉 所以事实上这个是一个在运输上面非常危险 而且风险高的材料 但印尼本身是个岛屿偏多的国家 对 但是岛屿偏多之外 它还想要供应全世界 所以这边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它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出口国 如果你最后的整个模组都在印尼做 那你势必走空运走船运 你都能面临长途运输的问题 可是现在的电动车产业来看是什么 基本上是电池在车上随着出口出去 对 所以特斯拉的车来台湾 来其他全世界来讲 它不会特意把电池取下来 然后再装回去 所以这种短链式的供应就很重要 也就是说你需要找到一个很好的全球的partner 然后他能够在各地设不同的组装厂 然后利用你做完的这些材料 到当地生产电池模组 然后把它装配到电车上面 在当地做销售 目前看起来大家的模式基本上是走这个 那这样的状况来看的话 它就必须面临一些抉择的问题 就是我要跟新兴车厂玩 还是我有办法跟这些已经非常成熟的老牌的汽车厂 一起合作研发一些新的东西 这个其实是在策略上面 商业策略上面他们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那所以如果单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你把所有的资源汇集到印尼 然后说印尼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电池系统的输出国 其实实务上面你会遇到这个问题 那后面如何跟整个国际上的产业网路能够做连接 其实是这个政策后面必须再去考虑的问题 那其实我想到的是 其实就跟很多的供应链一样 像是讲半导体讲晶片好了 它其实最后都会讨论说 你的终端的应用 还有你的需求到底在哪里 那其实换算成电池是不是也是这样 那印尼它要怎么找到它的所谓的中端的合作伙伴 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它跟Tesla招手 它也跟很多的工厂去招手 那电池这种材料其实应用非常广泛 不单单是车用啦 因为电动车兴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就是说电动车的电池用量很大 可是在更早的时候这些锂电池 其实是用在类似像手工具啊 像你的手机啊相机之类的 它的体积重量都没有像电动车那么的庞大 但是它也需要去做一些全球供应链的布局 所以这一块里面其实回到这个政策上来讲 它必须去考虑一下是它究竟要去做哪一种类型 那第二个就是说在新的技术发展上面 其实会有一些东西想要摆脱 对于这些矿产资源丰富国家的前置 其实背后讲的就是中国啦 因为中国现在的很多矿产资源也好 生产能量也好都是世界第一 那这些国家这些竞争 会带来这个疑虑啦 所以开始会有一些技术去思考说 我是不是要降低某一种特殊元素的使用量 包含稀土 那稀土很多掌握在中国手上 所以特斯拉之前也讲过 我们希望逐步开发这些不用稀土的马达 不用稀土做磁铁的马达 那电池这个行业也是啊 有很多的技术都在谈 我是不是要降低这一些重要金属的使用量 甚至取代掉它 那甚至从回收的材料上面去取得 我不要再从原来的开采点去做嘛 所以这个反而就是对现在矿产资源的国家 会产生一种比较未来性的隐忧啦 因为大家开始不跟你买的时候 其实这个问题就浮现了 对 所以等于说当然有原料非常好 但是如何转化你原料的优势 开采出另外一个新的产业 去开发新的产业都非常重要